高树農友科福民种的水蜜桃芒果今年盛产 芒果树上结实累累 打开白色套袋 绿中带粉的芒果只还没成熟 要等到果皮颜色从绿转黄再带点粉色 散发芒果香气才是品尝的最佳时机 它成熟的时候它就会慢慢地转成 它会从这种颜色然后转成这个颜色 因为我们是做那种南共的栽赃 它会自己掉到那个袋子里 它会自己掉下来 那我们再采 或者是它转色的时候袋子上面 你就会看到那个红红的果实的颜色 我们才会采 科福民间持芒果药自然熟成在采收 才能呈现最棒的滋味 果员以草生栽培方式管理 并在小果齐喷药防治病虫害后就不再施药 虽然还是会有病虫害 但它对用药管理比较谨慎 且对于芒果品质更是要求 因为我不是很强简直 让它日照充足转色比较漂亮 因为叶片够的话 那工合作用才会好 那它的果实才会好吃 所以我在色泽上跟那个品质上 做一些抉择 我让色泽上比较没有那么漂亮 但是果实的品质会比较好 水蜜桃芒果又称红龙芒果 剖开熟透的芒果 一股水蜜桃的淡雅香气扑鼻而来 果肉除了水蜜桃香气 还有土芒果的香气 风味独特 这种芒果呢 它够手之后汁会很多 那它的甜度呢 它是没有爱闻那么甜 但是它整个那个香气上 是不输爱闻的 它的香气呢 你在吃的时候就有那种水蜜桃的香味 因为呢 这种芒果如果说你比较 没有那么熟的时候吃呢 它会有 它会比较Q 水蜜桃芒果 果肉厚实且细致多汁 纤维不卡牙缝 柯福明说 甜度虽略逊于爱闻 但果肉Q弹且十分清爽 它种了三分地约150棵芒果树 今年约可采受1万2千棵 趁期到7月中旬 以预购方式宅配出货 提供给爱吃芒果的消费者 另一种选择 评论新闻 张如云 刘建荣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